第四週三 陪大家看天氣 富熱大高壓直繼續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晴朗和酷熱的天氣 本港今日長時間有陽光 下午各區氣溫上升至31至34度 跑馬地上水和石崗更加上升至35度 餘料週末期間是繼續酷熱 日間天晴,局部地區有宅夜 下午5時,天文台錄得的氣溫是介乎28.2至34.8度 我們看看7時的氣溫是31度 相較濕度75% 好熱天氣警告,現正生效 加備天氣室 預測天氣好熱,氣溫介乎28至34度 隨後兩三天天氣持續酷熱,部分時間有陽光 而下個星期的中後期有幾陣的早夜 預測天氣的最高紙外線指數 12強度屬於極高 祝大家出門,記得做好防曬措施 全球氣溫不斷上升 由加拿大、丹麥、芬蘭等國家組成的北極理事會發表的研究指出 1971至2019年間,北極年平均氣溫升幅達到3.1度 今是全球平均的3倍 其中巴倫之海東北部升溫是最明顯的 而持續超過15天的寒冷天氣至2000年之後更加完全消失 海冰溶解事件出現的頻率也都顯著上升 最後和大家看看世界各大城市天氣 廣州多環,澳門天晴,深圳多環,廈門多環,台北多環 天進多環,北京多環,沈陽多環,首爾多環 廣州多環,大班多環,東京陸 strand海陸 吉隆坡雷暴,新加坡雷暴 雅加特洛羽,胡志明市雷暴,馬尼拉雷暴 麥爾本明朗,悉尼咒羽,布里斯坦大風 奧克蘭咒羽,邦哥華明朗 三藩市天呈,洛杉基天呈,紐約天呈 多倫多明朗,羅馬天呈,蘇黎世明朗,巴黎咒羽 法蘭克福多昏,倫敦多昏,阿姆斯特丹咒羽 聽你講到這裡,拜拜!